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式 学校前期所做的复学的工作准备 同时考虑到考生必要的线下学习时间 经综合研判 并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 决定全市高三高二年级学生 从6月6日起初三年级 从6月13日起返校复学 中小学其他各年级学生继续居家学习至学期结束 学校可在学期结束前安排一次学生返校活动 包括为小学五年级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等 幼儿园托儿所托幼机构等不再安排返员 居家照护确有困难的学生 可从6月6日起申请到校到园 由学校和园所提供相关服务 因为情况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对这次高三高二初三返校复学 不做强制要求 考生和考生家长可以选择返校复学 也可以选择居家线上复习 节目 用于是 花俄剧 生少年 又 大荒剧 所以